今天啊,咱们要来看的这个数据集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应该都是跟大家之后要去做一事啊,都是蛮挂钩的,咱来看一下咱们要干什么 你看我这边写了一个数据科学之路,听起来挺牛逼挺高端的意思是吧 那其实啊,咱们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国外网站当中啊,是给大家说过有这样一个竞赛网站吧,这个卡口 然后在这个卡口当中啊,就是他举办了一些竞赛,而且呢他还给你提供了一些数据集 然后我也看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在这里,你点进去啊,我当前现在这个网比较慢 点进去之后啊,他会给你就是,呃,告诉你一下当前啊,现在我都有哪些个数据集可以去下载 这个呢,是他这个这个set啊,然后他有一些竞赛 其实啊,这个卡口这个网站相当于这么个事儿,就是很多个公司啊,都会把他的一些数据集,然后公布上来 然后呢,公布完数据集之后啊,他会举办,让大家一起举办一个,有的时候是个竞赛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挑战,让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儿 比如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般呢,都是跟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像挂钩的 那这个啊,就是卡口啊,这个网站他提供了一些信息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到什么,我们在这里啊,可以获得到的就是一些公开的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啊,他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白了,这个网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之后我们可以不断拿来进行一个自己练手的一个过程 因为里边呢,不光我可以去看一下啊,踩掘里边 有什么数据集,还可以看呢,现在有什么竞赛 还可以看别人分享的一些开源代码 还有一些其他人啊,讨论的一个帖子啊,这样一个事儿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对大家学习来说啊,还是蛮好的 因为里边所有东西啊,一方面来说,它都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来说,来自一个网站的一个人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愿意分享的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能拿到资料 能拿到的东西啊,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 有这样一个卡口这个网站 然后它跟咱们今天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啊,就是做这样一个调查 咱的数据啊,是做这样一个调查啊 然后调查了一下,在这个卡口这个经济当中啊 大概是一万六千多条数据吧 然后相当于啊,对一万六千个人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问卷调查 为了调查的时候啊,他就问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的性别啊,哪个家的啊,年龄啊,收入啊 之前学什么专业,现在在从事什么领域 你对这个数据挖掘 然后你的一切绝对困难点在哪儿 你是python还是使R 你最常用的库是什么 你面前挑战是什么 你最常用的计算平台是什么 现在你的工绩啊 现在你的一个就是工作是否满意啊 问了好多好多东西 所以说,咱现在啊,今天拿到这个数据 就是跟卡口这个网站相关的 相当于是对使用这个网站的一个人 做了一个调查 那么我们要看的一件事啊 就是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这个网站的人啊 他都是长什么样子 说白了,就是我们数据领域的这些兄弟们啊 他自身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第一点要看的 第二点呢,我们要看什么啊 就是一个经常会引战的一个东西啊 叫做Python和R Python和R啊 现在来说都是去做数据分析 可视化展示 然后机器学习建模都能去做是吧 那肯定很多人都问了 Python和R啊,到底学哪一个呀 刚开始我得选一个吧 两个都学,我学不过来啊 所以说,至于学哪个 然后我这边肯定推荐大家是使Python的 那有很多老师啊,推荐大家是使R的 那到底使哪个呢 咱们啊,就是口说无评 咱来看一下吧 更多的人他是使什么 以及呢,他是什么酷 他认为这个东西啊 怎么样 咱所有的一个信息啊 都不是靠我给大家摆过出来的 我摆过一堆东西啊 大家就是啊 能能进一半就不错了 但是在这个数据当中啊 咱就是数据 它是真实的 看一看更多人 他都干一件什么事 那这件事是不是就是一件真的事了 这是啊,咱们前两点 第一点是自身的情况 第二点是Python和R哪加强 第三点呢 就是在这个数据期当中啊 我们能拿到的是 每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 他的一个职业是什么 然后有一些 是做数据挖掘的 然后做机器学习的 然后还有一些做程序员的 做一些软件开发的 好多好多职业 但是我们关注点是什么职业啊 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数据科学家啊 因为在这个资料的一个调查当中啊 他有这样一项 让你去选了一下 你的当前职业是什么 然后有好多人都选 他当前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那他既然这么选 我们就认为他是比较牛逼的 看一下这些牛逼的数据科学家啊 他们的一个资深情况啊 又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你看我在这里列出来几点 就是说是叫做一个数据科学之路 其实呢 咱们做什么 是看的是啊 从事这个领域的这些人 他们啊 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 这些信息呢 咱们来看一下 在数据这个领域当中啊 然后各个国家人 哎呀 他都是什么样 以及呢 他们之前学这么专业啊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这些东西啊 在数据当中啊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挖掘的 那这个就是啊 咱们一会儿要做的一件什么事 这件事当中啊 是吧 你看这么多东西都列出来了 这些东西还是挑着列到 一会儿咱要去做东西 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把这个放大一下 首先啊 要把咱们的库导进来 然后我先说一下吧 咱都会用什么啊 嗯 基本上就是会用这样一个东西 Pandas 然后Pandas肯定要去用的 我们要读这个数据嘛 Metplot也肯定要去用吧 我们要做可视化展示 还有这个Seaburn Seaburn啊 就是在这个 做这个可视化展示的时候 是不是更轻松一些啊 它不是相当于在那个 Metplot的基础之上 又进行了一个封装吗 所以说啊 咱接下来就是啊 以可视化展示为主 因为呢 在这里啊 要给大家做的一件事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分析一下 所以当中啊 内部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 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说啊 咱们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给大家一个一个展示 一个展示过程当中啊 你整出一个树啊 看个树我也不愿意看 咱们看个图表啊 看一个一些图啊 做一些可视化 做可视化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啊 看到我这里列出来的这么多项啊 都是很容易都进行一个可视化展示的 然后这这些库啊 这些库啊 基本上都是用来 不是说都是用来 大部分我们用这些东西啊 都是做这个可视化展示的 然后用到时候啊 咱们就一个再说 先把这个导进来 然后呢 第一步啊 我就先把数据 给它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首先呢 通过Pandas啊 把数据读进来 然后这个一扣定啊 大家注意点就是 这些数据员啊 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了 用什么样的编码格式啊 去读 咱就让它的形式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看到这里啊 都有哪些信息啊 这些信息啊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也没打那个CSV啊 它那个CSV文件啊 看着是比较乱的 反正这个数据 到时候都会提供给大家的 到时候大家就 自己的来去看一下吧 这个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不看了 那CSV当中啊 就列太多了 你看它有多少列啊 228个列 228个列 是不是说 信息是太丰富了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这么多信息啊 我们全利用起来 利用不完了啊 咱们只是去挖掘一下 咱们要得哪些信息 我们不去做一个 接学习的一个建模任务 所以说 我们主要啊 是做这个展示为主的 然后呢 在这里看吧 这是一个性别 这是国家 年龄 然后他现在的工作 全职兼职 然后他的一个 我看这除了NN的 还有什么 好多职啊 都是缺失职啊 因为这个列是特别多的 这么多列 你想一个人全天玩啊 不太现实 然后还有 他现在的一个 就是工作是什么 然后还有 他现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级别啊 这个东西 好多好多信息 反正能一会儿啊 咱们会挑选几个非常重点的信息 来去拙拙分析 里边的一个信息量啊 太大了 228列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这样 一个调查文件啊 你写个10列 比如说大家能去添 如果说你要整个 2828列可选 如果说让我去添啊 我可能这样 就是前那么二三十列 我还能背入添下去 后面那200多列啊 你说让我去添 我哪有那公布去添 我根本就不愿意添了 我是觉得啊 这个数据当中 嗯 有点太多了 可能就是列数越多 导致啊 他的一个缺失值是 也是可能越多吧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心理 所以说呢 咱们一会儿结果 咱们一会儿看到数据啊 好多列都是一些缺失值 缺失怎么办 咱也不填充了 我们也不管 我们关心的 只是一些重要 有价值信息啊 那些缺失的东西啊 咱就压根都不管了 然后首先啊 就是把数据读进来 指定是个response 然后呢 首先看一下 它是点税不值 税不值有多少行 多少列是吧 点零是多少行 一共呢 调查对象 相当于是 咱们有多少条记录 16716条记录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 总的数据量 然后呢 这里啊 它有一个country 是吧 有个国家 然后呢 这块啊 我们又看了一下 哎呀 就是参业调查的一个 对象来说啊 它是来自多少 不同的国家 然后一看 哇 这国家数是非常多 一共有52国家 所以你说这个卡狗 这个网站里边啊 它里边相当于就是 全世界啊 各地的人都在去用 这个东西 它还是比较流行的 比较大众啊 大家都喜欢来这逛一逛 因为呢 里边有数据 有些信息 我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嘛 所以说 不同国家 是52个 然后呢 就是参与人数最多国家 肯定是美国了 因为网站就是美国的嘛 然后现在好像被谷歌 也说够了吧 它的一个总数是4197啊 这是美国最多的 然后又看了一个东西啊 看了一个东西 吓了一跳 然后这里啊 它有一个年龄这个像吧 年龄这个像里啊 你看这有年龄这个像 我可以把年龄拿到手 然后AN值啊 它不会参与到我们的经验当中啊 AN值是Norton number 所以说我点min 又点max一下 我看一下最小的岁数多大 又看了一下 最大的岁数多大 吓了一跳 最小的选手是0岁 最大的选手是100岁 这个东西有点扯 是吧 所以说啊 数据相当于这么个事 有些人呢 在瞎逼玩啊 他可能就是 点开这个东西 然后一看 随便愿意写啥写啥 随便添些东西 糊弄就交卷完事了 所以啊 在咱们这个第二文件当中啊 有一些东西是可信的 有一些东西还不可信 尤其是这个极小值和局大值 有一些极端分子啊 这些恐怖分子啊 他相对来说就是 比较捣乱 所以说给我们这个问题 增加难度 所以你就想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最小值和这个最大值啊 咱现在不可信了 比如说工资这个列 工资这个列 可能以后咱看 就个人写 他这个年收入啊 大概是个几百亿吧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除非除非你是马爸爸 是吧 然后其他人不太可能啊 那这回啊 咱们到时候去算的时候 就都拿中位数去算了 不拿这个均值去算 因为我觉得 拿这个均值去算啊 这个最小和最大啊 拉的比较开啊 最小可能是个零 最大是个几百亿 我觉得这东西也不太现实 所以说咱到时候啊 不拿均值 拿均值这个东西 就没想看了 咱就拿中位数去说 这样一个事 所以说呢 你说他说这个结果啊 咱们就暂时认为 绝大多数啊 都是一个正常的 极少数啊 是在导论的 那都没有了 台湾 谢谢大家